好来看到目前华山基金会的爱老人中秋亮起来活动正式起跑了 中华邮政得知之后呢 花莲邮局与寿险处更是号召同仁 在8月9号下午跟花莲的局长以及各科室的科长等人 来到了花莲着西天使站 一起来为着西偏乡部落的孤老送上幸福温暖的物资跟关怀 目前华山基金会的爱老人中秋亮起来活动正式开跑了 中华邮政得知之后 花莲邮局与寿险处更是号召同仁 在8月9号的下午与花莲邮局局长以及各科室长等人 来到花莲着西的天使站 一起来为着西偏乡部落孤老送上幸福温暖的物资跟关怀 期盼能够抛砖引玉 让更多人关注花莲偏乡的需要 关怀社区弱势长者的一个活动 一项都是我们花莲邮局常常关注的一个议题 那过去我们在关怀这些活动 通常都拉在我们花莲市以及中区的部分 那很高兴这一次能够拉拔到我们南区 来关怀实际关怀我们这边的一些长者 或是需要协助的一些协会等等 中华邮政送物资驻偏乡 呼吁各界爱心单位与企业团体 协助花莲13个乡镇市设站 帮助一个站守护100位的孤老 爱心要及时偏乡服务不能等 以这样一个邮递幸福关怀列车的 这样一个捐赠物资的活动为出发点 希望我们这样一个关怀的活动 能够向使向幸福的这样一个列车来一个发想 那我们今天关怀的捐赠的物资有米啊 沙拉油啊 还有一些他们必须的一个民生用品 那希望我们透过这样一个实际的一个捐助活动 把这样的爱心物资传递到更有需要的一个人的身上 也希望抛砖引玉 希望带动社会有一个更多的一个爱心的公益的活动 为这个社会挹注更多的温暖跟正面的能量 华山基金会表示这一次的物资将会先轻送到三户的长者手中 后续会再继续将物资分送到需要帮助的长者家中 为真正落实在地老化在地服务的目标 期盼社会大众一起启动善念 声援花莲偏向在地服务若是老人 记者高双双玉李正采访报道